我发现了黑暗魔王的脚印 我发现了暗山的裙子 我发现了西娜的魔法棒 到底是谁抓走了熊妹 熊妹不会有危险吧 我们快去救熊妹吧 黑暗魔王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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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躲在里面不出事 我知道你在家 黑暗魔王好像真的不在家 你们找黑暗魔王什么事情啊 黑暗老爹 是不是黑暗魔王抓走了熊妹 不可能 他种了昏睡魔法 已经睡了三天三夜了 怎么会去抓熊妹呢 那熊妹家 为什么会有她的脚印呢 这我就不知道了 那我们就问问西娜吧 西娜 是不是你抓走了熊妹 当然不是我啦 那你的魔法棒 为什么会在熊妹家 我也不知道 我的魔法棒丢了好几天了 谢谢你们帮我找到她 也不是西娜 那肯定是暗山阿姨抓走了熊妹 就是我抓走了那只小熊崽子 还在现场留下了黑暗魔王的脚印 和西娜的魔法吧 不过 我是不会承认的 也不是我 我的裙子也丢了一条呢 等等 我们可没有说熊妹家有你的裙子啊 哼 露馅了吧 就是你抓走了熊妹 是我又怎么样 都是小动物 凭什么大家都喜欢熊妹 不喜欢我小狐狸 我就是要让她消失 就是因为你这么花 大家才不喜欢你的 你快放了熊妹 我才不要呢 除了小朋友的666魔法 谁都别想救她 你自己说弄嘴了吧 小朋友们 快放到666 救救熊妹吧